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二婆吧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好了,我們今晚討論的問題 是在上一次,上幾次的延續 就是關於外星人接觸地球人的個案裏面 一直都有很多次 上次我們都跟大家介紹過 有成二十多宗已經記錄得非常之詳盡的 外星人的接觸地球人的資料 其實我們經常都很有興趣 知道地球有很多問題 但是地球人的解決問題的能力 似乎沒有什麼真正的起色 不知道有什麼突破 所以我們很多人都很留意 看會不會被我們 能夠在跨越的時空 來到我們地球的外星人 他們一定有超越的科技 他可能在地球人的方面 有不同的在外星人的角度看 所以我們很有興趣知道 這些接觸個案裏面 外星人和地球人 其實說過什麼呢 我們的嘉賓方仲滿小姐 上次也介紹過 他是香港飛碟學會會長 很多年前在外國各地遍遍 UFO事件和研究外星人的很多年 他收集了差不多三寸口的資料 是首稿 是關於很多外星人接觸地球人的個案 他就會跟我們在這裡 一路分享一下 他每一個接觸個案有什麼重要的訊息 另外一位嘉賓 朱啟平先生 他也是香港飛碟學會的幹事 他自己也過去從事 研究免費能源都很久 UFO的現象 他都有很多方面的資料 好了 我們再多謝MUN 又一次來到我們的電台 跟我們講假話 始終我們都這麼說 外星人 那麼多資料個案裏面 你可不可以再繼續 詳細地分享一下 有什麼特別的個案 他們說過什麼呢 你們好 上次我們一次過 就列出了十幾個五零年代 甚至是再早些三零年代 已經開始的外星接觸個案 那發覺呢 就這樣清單地數出來 不好玩 因為我們今次呢 就只選一兩個精警 每次都是 就比較故事性地說 好聽一點 今次呢 我們選了一個 就說了十幾年的Billy Meyer 其實這個個案 跟Billy Meyer這個個案 都可以說是有得輝的 不過呢 他在五零年代 那個性質是有點不同的 我們看 早期五零年代呢 還是很天真 剛剛開始 開始外星接觸這件事 在近代史 那樣東西是比較 天真無邪一點 直接一點 我個人就是想把這些東西 找地球人 說哈佬 找些好心一點的 純真一點的 率性一點的 就說很多的訊息他們聽 那也有很多人呢 是真的很衝動 很希望把這個訊息傳出去 當時五零年代 三零四零五零了 政府都還未有一套標準 或一 開了很多次會 就說要這樣做的守則 去對付外星事件的接觸事主 或者所有的事情 或者搞了很多煙幕 那所以呢 五零年代 或者之前那些個案 它的重要性呢 就在於這裏 就是 那時候沒有電腦特技 所有出來的東西 可信性很高 出來的東西 純真很多 那就是 pure一些 那後期那些 你就要經常都在 back of your mind 在你的腦海後面想 有沒有造假 又要再想一下 有沒有陰謀論 有沒有反間計 有沒有反間計 沒有所有的苦肉計 在裏面 以前那些個案 就不用想得太辛苦 那這個George Adamski 呢 沒有那麼多證據 因為這個籌 前期 Billy Meyer那些 第二期 就是第一期 這些都不成功了 那後期就說 做一個超級爆 那麼多證據的個案 看看你們怎麼反應 那 發覺都是一般的 那我看回第一代的個案 那George Adamski 呢 他就是個美國人 今天我們說的個案 主要都是在加州 沙漠那些城市那裡發生 那 那 其實呢 很小時候就已經很喜歡用天文望眼鏡去看東西 他在1981年出生在荷蘭 兩歲就移民了去美國 那他這一生呢 總共就看到外星飛碟 即是西庭 就有一百幾次那麼多 而和外星人接觸呢 最少要二十五次公開 我們知道的 他不公開的 我們不知道有多少 啊 啊 說回他小時候 在他大約都不小過了 都差不多五十歲的時候 1944年 二次大戰 他一個一八年出生 或者一八一 一八九一 一八九一 十九世紀 是啊 那 四十四 差不多五十幾歲了 二次大戰都沒結束 那時候呢 他就搬到去巴拿馬那裡住 那就開始跟一個老師呢 就學看天文望眼鏡啊 拍照啊 他用一個十五英寸的反射望眼鏡 和一個攜帶式的六英寸的反射望眼鏡 我們觀測天體 就開始學拍照 那他很多照片呢 你看到他拍過有紙船有母船 很多很多這些照片 其實都是用天文望眼鏡拍的 那他住的那個地方呢 叫做 佩洛瑪馬 佩洛瑪馬 センタ 佩洛瑪マ 什麼的 就在加州的沙漠 那他到到最後呢 那他都是 在美國度過世的 那大約6-5年 那時候在美國 一個醫院裡 逝世 七十幾歲 都很好啊 那整件事呢 一開始是怎樣呢 他第一个接触是怎样呢? 他是在美国的沙漠,巴洛玛的沙漠第一次接触的 但他自己一向对天文学有很兴趣 因为他一向都喜欢这样拍 有时有意无意就开始拍到飞船的照片 初初拍到 有意无意地拍到,没有特意去研究那样东西 后来因为他都开始慢慢因为这样而出了名 有人委托他特意去拍的 结果真的又拍到很多 说回他第一个视频 头有几个重要的就是1946年 他在圣地牙哥第一次见到飞碟 那是他第一次 他见到一个很大的黑色的东西在天空沿浮 然后他慢慢很快地向上飘升 留一条烟尾 那条烟尾留在天空5分钟那么久 也有几百人看到的 然后第二次 有另一次就是1947年8月 大约差不多年多后 他见到200架飞船 每32架就是一个队形这样飞 这个也是很多人见过 因为怀疑他身边见过的西堤目击个案 就很厉害了 所以他自己都变得很出名 200架飞船 200架飞船 以每对32架飞船的排列阵这样飞 那他有没有拍过呢 这个记录之中有没有知道他有没有拍过 他这个没有说过拍过 但是有其他人都confirm他见到的 嗯嗯嗯 那在1949年呢 海军 海军的实验室呢 就邀请他 你不如特意和我们拍一些飞船照 哦 有两个LAP 官方直接都 是的 有两个LAP 那这两个LAP 就邀请他 他于是就用一个四 四寸 四尺 应该是四寸 是吧 是 的特别的 是一个特别的天文望眼镜 那就去拍 是 是 那他甚至呢 有时是拍到月球表面呢 是有UFO的 好了 那这个是他拍到而已 他就叫Siting而已 但是呢 那你见到才有得拍的 所以其实拍到就等于有Siting 是吧 但是呢 很不幸啦 经常拍到这些照片呢 就传到那些报馆 或者传到实验室呢 都说不见了 接着那个报馆呢 离奇地不见了 那报馆呢 有那个故事 但是实验室呢 就说 没有说没有收到你的东西 那由那天开始 他都觉得 嗯 有阻滞的了 嗯嗯嗯 也都传到那些照片去空军 虽然是海军叫他拍 传到空军呢 空军就同来都不回覆他 相片也都收了他 那他有没有副本呢 那很奇怪 其实呢 很多UFO个案呢 那些人 最大力的呢 是空军的 嗯 海军没有那么大力 空军最大力去掌握这个东西 那好像空军和海军呢 是有些 不同的 有些行动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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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那么深入他们两边有什么事 好啦 那 首先 没说到ここ之前呢 那我们的阿丹金他看 dele 他有些亲密的朋友跟他说 给他朋友说 他的结构很特别 他说话他说他的肚� ez呢 不是普通一个小洞 就说他自己或他见到 是他自己的肚臍 是一個太陽的形狀 即是有光出來 沒有光是一個太陽的形狀 不知道是凹凸還是凸 他沒有特別形容 有一點仔細就是去到腰兩邊 一個太陽的樣子 這樣凸出來 醫學生懷疑是一種小腸氣 嚴重一點 肚臍的小腸氣 薄薄的 為什麼他自己會這樣結構 這個就是醫生斷症 我解釋不到 還沒看到 這個可能 我猜 我真的很奇怪地猜 他可能是來自太陽 他不是說他自己生出來的嗎 是他自己生出來的 天生是這樣的 現在只是說他本人 他自己有少許 可能這不是他自己的 因為有這麼多 這麼厲害的 不同空間的人幫他 可能是他做出來的事 1963年去意大羅馬 他見到一個小朋友 開派對在家裡 他的眼睛凸得很肉酸 他就定睜看著他 然後一連串 就說了很多深入的醫學 詞彙 他就說他應該的眼睛是這樣的 有事 你就去照一下 然後驗一下應該做一個這樣的手術 他不是說得很專業的 其實他自己都說不到這麼專業的 後來的確實實是真的 後來 因為有這麼多傳聞 Adamsky死了之後 政府也拿了他的身體 去做解剖 但知道解剖的究竟是什麼 就沒有人知道 又說回他的相片 他拍了這麼多相片 很多人都說他的相片是假的 說他是煮漢堡包 Flipped Burger 雖然他做了很多行業 我們不可以用一個標籤 去標籤他是一個天文學家 火箭科學家 我們不標籤他這樣 他可能做了很多行業 於是就被人說他是煮漢堡包 其實這些完全就是 後期政府炒作出來 想抹黑他的 所以首先要澄清他用的相片 全部都是 有order裡面最高層 的職員去證實 這個鑑證相的專家 William Sherwood 他動員到 order很多的資源 去back up他的相片 是全部都不能做假的 他自己本人是很討厭錢的 另一個指責就說 商業化賺錢 很多他的秘書 跟他出書的人 他的朋友都說 他其實是日不夫之 是硬去很青年的人 甚至是不喜歡錢的 是周圍的人幫他看錢的 是 支持著他那件事 其實每一次他想做一個新的版本 都是有人阻撓他 有人想給錢買起他的 但他就 沒有被人買起 因為他都不是很喜歡參加錢的人 那他主要做到的事是當時 他拍了很多這些 不明飛來 物體的相片 而且他自己有這些 似乎我們認為是特別的功能 可以做一些醫療的診斷 他沒有這樣的背景 都可以做到 很早期 他已經感覺到有人阻撓他 Anyway 他這個人是終生結局去做這個運動 他的運動是甚麼 就是把他的資料給更多人知道 是的 因為他有幾個contact 我這裡主要是講三個主要的contact 他上個月球 上個月球 上個月球兩次 到最後他是世界文明的 而是做一個世界巡媒 去見皇室 去別人的國會禮堂 歐洲 全世界去做演講 他甚至見過教宗 OK 那他上個月球 那他入月球是甚麼發現 我們有他第一次見外星人講起 OK 第一次他就在加州的沙漠 下午是52年的11月29日 下午是12點 差不多是雜證 下午是加州的沙漠 那個地方叫Desert Centre 就是一個鎮仔 他當時同住六個證人 A.C. Bailey夫婦 George Hunt Williamson夫婦 但George Hunt Williamson 亦是我們其中一個接觸個案的主角 我遲些又講他 還有兩個女士 他們在沙漠裡 他離遠處 他就看到一隻雪茄營的母船 2000尺長 大約150尺高 雪茄營的 原浮了都很久 飄下飄下的慢飄 然後呢 然後他就看到一個橙色頂 小一點的船 就在一里半里之外 就著陸 他就拍照 突然間 因為周圍的交通聲吵 就消失了 然後呢 他就發現幾分鐘之後 在大約四分一里外 就有一個人仰的外星人 他覺得 他未知是外星人 他一個有人 走進來 但好像穿了一身滑雪的感覺 我們現在知道 太空莊 我們現在知道 走進來跟他們說 你好 又不是特別說了什麼 跟他握手 他只是感覺到他的手很滑 很有力 是一個五尺六寸高 看來呢 快要三十歲 額頭很高 留著長長的頭髮 及肩頭髮 曬到很亮的皮膚 一個人 不是跟他講了很多話 但到最後 他就在沙地上 踩了一個鞋印 而這個鞋印呢 其他女士 不知為什麼 後來 有石膏 就倒了沒有這個鞋印 而這個鞋印呢 他臨走的時候說過 是一些密碼來的 但就不是一些什麼宗教 或者是靈性 其他空間的密碼 是一些比較科技性的東西來的 尼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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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 尼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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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故事很奇怪 全世界開始解馬 解到馬當然是發達 可能人們想 做到自由能源的摩打 最後有一個人接近解到馬 就是一個南非的工程師 一時間記不到他的名字 但是這個南非的工程師 他解到半解不到的時候 他覺得有外星人幫過他的 有外星人的聲音 心電感應 覺得有人幫他解馬 帶到他解馬之後 就開始巡迷講 去飛機議會 或者什麼議會去講 有一次跟George Adamski 有關的一次的會議 人間蒸發了 解馬 他解到了 做到那個Model出來之後 這個地球人人間蒸發 這個南非工程師 是最接近解到馬 這個鞋印的人 就做到這個 應該是類似自由能源的東西 哦 就開始周圍去講這件事 準備將這件事散出去 去到有一次 跟Adamski有關的一些邀請 類似 就沒有來到 從此就沒有看到他 也不知道他去哪裡 那那個人沒有家 沒有親人沒有家屬 即是證實了他 是有這個人存在 是一定有的 一定有的 因為他當時應該都很出名的 是吧 是 如果我待會找回他的名字 我再給你一個名字 不要緊 他的名字也不太緊 那訊息呢 這個訊息呢 這個訊息 因為第一次接觸 沒有什麼特別說話 是 我再講第二三次 這個訊息 在Bluet Book 即是政府正式的 Project Blue Book UFO報告書裡面 同一個地點 是有記載的 這個訊息 是 官方方面都有記錄 這個 接觸的 是啊 是啊 還有 其實當時 也有些人 很多人都會簽過一些 簽過字 簽了一些封口 即是 答應我封口 不講這件事的文件 為什麼呢 他看了之後 政府當局 是啊 其實這整件事 不是特意這個南非工程師 而是 而我們今天講這個整個個案 甚至所有這些個案 以後講的那些個案都是 到這樣 他們知道某些事情 或者去過一些外星人邀請的 去研究或者參觀解碼那些飛碟 即是當時是有外星人 其實邀請很多人來聽 去講解飛碟的推進 或者是示範 想說 你可以 科學家們 你可以敢朝這個方向去想 去拆解那些飛碟 那些海星人後來 那些飛碟的訊息 他們聽不明白 感覺到他們聽不明白 但是呢 都見到他們很happy 在那裡笑 啊 OK 那些去過這些議會的人 會議的人 全部都要簽一份文件 封口不說 哪個叫他簽呢 各種的政府 多數在美國開會 那就是美國政府 那這些會是美國政府 現在很多證人都漏出來 現在很多證人都漏出來 當年呢 我的老闆 我的阿哥 簽過這些 所以他們不能說 他的妹妹沒有簽 他的秘書沒有簽 那就漏了些 那是不是就是說 當時呢 美國政府機構 會安排這些會議 就給那些人去參與 即是不同的科學家 技術人員去參與 那已經簽了 就不能洩露出去 其實很多時候 是那些外星人 自己希望搞個這樣的會議 邀請那些科學家 因為他們很多時候 他的mission 就是想將一些 先進一些科技 放在一些 有益人類的發明上面 他們是想加速地球 好的東西的發明 是的 但結果他們又說不出 即是接觸過那些人 去聽過那些人 一方面你說 可能他不明白 但政府當局 主辦機構 又要簽署 是不能說的 是的 全部都要簽署 是不能說的 即是說 你們可以秘密 自己有在研究 你聽了自己一個人研究 但你不能說出來 即是說 這件事是政府知道的 政府允許的 政府安排 政府安排 不可能是這麼大的 政府的角色 外星人是主要去推動 這件事 那是外星人安排 還是政府部門安排 兩樣都有 但你接觸 希望他拿到科技的知識 從而製造一些東西 是的 我們的政府 當然希望外星人 你和我弄核戰 弄星戰 當然外星人又不肯 contact case 那些多數是不肯的 好 那結果 例如有Franc Strangers 另一個case 那個外星人 結果只是和他做一個 太空醫療那些 發明的研究 即是有益和平用途的研究 好了 我們說回你的contact tool 他第二次了 第二次 他就是 1953年的2月18號 就是三個月之後 在洛杉磯 有兩個 除了上次那位太空外星人之後 上次那個 就是他自己說他叫Othon 金星人 今次還有兩個人 就是一個叫Ramu 土星人 和Francon 火星人 嗯 那就是我們有金星 土星 火星是有外星人 那就同著他一齊 那就上了一個子船 那這個子船呢 就再入到一個金星的母船 那這個金星母船呢 那這個金星母船呢 那這個子船很小而已 十八尺直徑 那然後呢 那這次呢 他們肯跟他講英文了 那他剛才說說他先進了一個母船 他進了一個控制室 進了一個客廳 就是進母船裡面的控制室 和有一個客廳的 款待嘉賓 那兩個女的ET去招待他們 一個是金星的Cowler 一個是火星的 我都不懂得讀 IIMUTH 通常呢 看到那些外星女孩子 都是很靚 那些contacte就形容到他 很靚 很靚 很吸引 以地球人的標準 就是這個 完美的女人的化身 全部他們用那些語氣 說到是流口水 這樣 好笑的 嗯嗯 即是和地球人的身形 是應該相似的 是的 如果他怎麼審美 是不是審美不了 長頭髮 一頭烏黑的大眼睛 大圈的頭髮 他們是一個image of perfect beauty 是 好了 看到飛船上面 他就看到四幅 很大幅的畫 一幅就是金星的城市 一幅就是金星的郊外 一幅就是 一艘母船 有成九里長的一個母船 這個可能是他自己的 可以說是他自己的星球 很多外星人是住在一個 他們自己起的一個 好像星球那麼大的母船 好 我們先休息幾分鐘之後 我會繼續 我們會繼續詳細一點 再講給你聽 精彩一點的內容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去大自然裏面 我們除了鞋子 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 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的時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有一些 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已經有很多的客人 就是買了回去家裡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 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接地器的產品 可以在我們六創二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了 聯絡電話是28824848 好了 我們回來繼續 今晚我們講的題目 剛才Moon就講解一下 他們已經被邀請到太空船 那裏 他們裏面看到 像人形的太空人 也看到太空船裏面 那些裝置 有些相片 即是地球人所認識的相片 好了 還有些甚麼有趣的東西 剛才剛剛講了三幅相片 在那個母船裏面 第四幅 他看到是一個中性的 但很有智慧 是一個很慈祥的一個人像 神像 不知道人還是神 他們解釋給Adam Ski 他說 這就是他們認為 一個永恆生命的象徵 我想如果要像我們這樣 有張佛像 或者甚麼宗教的象 這就是他們用來 用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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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是無拜 他們認為是可以 他們的目標 他們的 怎麼說呢 用修行這個字 唯有 他們希望自己進化到這樣的目標 他就放了一幅這樣的照片 那照片是怎樣的 一個很中性 你不知道他是男還是女 但眼光是充滿智慧和磁場 一個人神像 冠陰 是一個照片 那就是冠陰 未必可以 冠陰 都是男還是女 即是一個理想的人 的像 的一張照片 他畫出來的 因為是拍的 如果說是宗教 這就是他們 他們每一個人 朝著這個方向去進化 你說他有一個宗教 就是類似 這張照片 是可以表達出來的 那你曾經說 你見到一些很美的 即是地球人的眼光 都認為很美的 十分的女性 是嗎 男性女性 都是很美的 是 他們一般人是這樣的 如果說是他們的 神像 這樣說 真的很美 我想這四幅畫 充分表現到 一幅是他的城市 一幅是他的郊外 一幅是他們理想的人 是怎樣 即是理想的 進化到他目標的樣子 一幅是他們的星球 which is a 母船 好了 始終我們經常說 人類的审美眼光 其實因不同的前代 其實有點不同 像基州一樣 有些人的嘴唇大一大 頸子拉長一長 這樣叫漂亮 我們現在人 看時裝 腳省尾都經常變 現在很有趣 這個外星人 他比我們外表看的印象 是地球人認為很美 是啊 但我們地球人認為 最理想 有時我們見一些神像 差不多可以比較 西方人的面額 身材很好 即是漂亮的東西 羅馬以前曾經肥肥肥肥肥肥 那些人叫他漂亮 即是 我覺得 為何外星人會做出來的形象 是當時地球人認為是漂亮 即是有共通的地方 我覺得是很共通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的審美眼光 是跟那個人的健康很大關係 其實不只是健康 換句話說 唇紅似白 皮膚很滑 除了那些 我現在發覺 當那個人的道行是比較高的時候 他身體會發放一些芬香 一種很香的氣味 並且在他周圍的感覺很舒服 他身體又很細膩 即是很細膩 很細緻 你看起來自然就覺得漂亮 我想這些審美觀點是自然的 從古到今都是這些 而不是跟著那些廣告界說 誰漂亮誰不漂亮 那些就多數是人為 這些就比較真實 嗯 好了 我們講完這幅武船的畫之後 到他們有少少東西跟我們講 跟George說 講回他們的生活 他們說 他們每三個月 他們四分一的金星人 就會上一隻類似這樣的武船 去遊輪遊學 去不同的地方去觀察 他們說 你們地球人都未出生的時候 我們已經周圍 全個宇宙都是周圍這樣去周圍看的了 這些很平常事來的 周遊列國 周遊太空 周遊星球 是啊 是啊 我們有時候都見 有些書仔寫 有個叫楊子 來到中國出生 他是幼稚園生來的 他說我這輩子來這裡 是他們的星球 讀差不多幼稚園班 其中一個feel trip 那他來 他的目的是觀察我們 他不會干擾我們 是 一定不干擾 因為就算有特別任務 來 那些擺明 寫明 給我們知道 其中一個守則 是不可以干擾的 不可以干擾我們的發展 整個社會的發展 我們又不可以用武力 只可以把所有的資訊給我們 提攜我們 在我們完全有free view 就是自由意志 去自動去選擇一個 和平一點的選擇 否則他是不逼得我們的 啊 這是共通點的 這是共通點的 這是共通點 接觸個案的通常都是這樣 那 廣假個案呢 有時就未必去到這個位 有另一種 另一種的解釋 就是綁架案 那他們又解釋 他這隻母船 其實可以入到12隻子船 進去的 嗯 那 他又解釋了很多 那個飛船的推進的原則 其中一些 他又說回 剛才說起 是 自由意志 是任得我們 只可以教育我們 去選一個更加好的選擇 那他們其中一個 守則就是這樣的 當 如果 去到一個決定 有一些突發事件 危急事件 某些處境 可能會傷害到地球人 他們那個選擇 是寧願是自我犧牲 都不可以去殺一個外族人 他們 他們知道那個Parma 就是那個因果報應 他們知道很清楚 他們寧願是這樣 就是他們的道德觀 他的道德標準是很高的 就是寧願犧牲自己 都不可以傷害另外一個生命 因為他們知道現在傷害到別人 他們可能回來給自己的很多 報應很多 我記得 這個挺重要的 Muna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好像所有那些 contact case 那個alien 是人養很漂亮的 是的 這些 全部都不是adduction case 好像 這些全部接觸個案 contact case 那個事主接觸的外星人 全部都是人養的 是的 abduction那些 全部都是古靈精怪樣的 就是Grace 那些維多 Reptilian 那些就是abduction case 如果訪假案 前線那些就是小灰人 然後站在一個碟 站後的高一點 有螳螂人 有時有蜥蜴人 很少人養的站在裡面 其實abduction case 以我記憶中 沒有一件人養的 就是真正的abduction 真的沒有的 放在你上桌上 將你研究 那些好像一單都沒有 是的 一單都沒有 那是否代表人養是一個 進化比較高一點 是的 我現在懷疑真的 即是我們可以兩桶 做一個推策 可能不是人養那些 多數都是壞的外星人 不是壞了 有些都說得很深遠的道理 但是呢 總不會給你一種很 uplift的感覺 給你感覺到好像 很宗教性的感覺 看到神 看到神仙 我想問一下 我們地球人是 什麼環境 我們樣子都不是 至少接近 有一種說法 我們這些 又去不了別人那種 五數年 有一種說法 我聽說 在地球的進化裡面 我們所有動物的進化 都是很平均的 唯獨人的進化 突然間一枝毒獸走出來 和其他猴子很不同 唯一能夠解釋 就是地球人 就是外星人 找一個猴子配種之後 就將牠加速提升 這個我覺得挺合理的 你說進化論 進化論 那狗有不同的狗隻 不同的樣子 都是配種 都是狗 唯一是 你說人員這樣進化 那麼多其他星星人員 唯獨那個人的人員 是變得這麼快 所以這個解釋不了 進化論解釋不了 唯一我覺得合理一點 就是外星人的配種 提升那個人員的進化得快一點 如果是這樣的話 可以解釋為什麼 我們人的樣子 和外星人的接觸的樣子 是這麼相似 我經常覺得 我們是猴子和海豚混合的 海豚? 那海豚是魚來的 那怎麼再混合? 有個非洲德根族 他們說他們最古老的智者 來到這裡 開淺他們的文明 是一些魚類的樣子 他們做了一個鋪 一大潭水 在那裡住 就教了他們很多東西 他們就不知為什麼 很遠古已經知道 天狼星是有A B星 還有一個C 這些是我們近代天文學 才發現到的 但他們已經知道幾千年 又知道天狼星上面的 密度、重量、軌跡 這些很不可能他們認識的 但是他們說是魚養的人 你說是魚養的人 對 說給他們知道 幾千年前說的 至少在我們進化論裡 我們覺得 魚集中的海豚比較智慧高 當是海洋的生物 動物裡面智慧高 海豚是會為地球的種族 不是人類 加著我們這個 Planet Earth 那個類型 是Dolphin 不是人類 好 好 再聽下去 大家一起想想 我現在不是 我們太晚了 可以接受多些訊息 才可以再猜一下 怎樣 好了 說回這個 他就是上了第二次contact 他上了一個船 是一個小時 剛才那些解釋 他就可以找他們 上去見了一個master 見了一個智者 那個智者 就說了很多道理 他知道 這個其中 包括他解釋了 但是剛才已經進入法論了 當然這個智者 大約是40歲左右的樣子 他們見如果是外星人 大約幾百歲都好 就是30多歲 如果見到智者 他們可能幾千歲 樣子就是40歲左右 這個智者就說了很多東西 就說其實古人 就比我們現代人 更加懂得宇宙的定律 所有的宇宙定律 其實在外星是一個 基本的教學課程 在這裡就差不多沒有學 我們唯一在地球 有學到這東西的人 就是古人 或者原住民 很糟 我們的教育很糟 即是宇宙的智慧 是的 整個宇宙 最基本要學的宇宙定律 他說他們在外星 就是幼稚園班 就要上 一定要考試合格 才升到K3 OK 好 這個智者怎麼說這個進化論 未必是這個智者 但我既然說到這裡提起 其他個案都是這樣說的 就沒有進化論這件事 進化論你可以 within 那個species 在那個族 那個品種裡面 在族群裡面 你說去裡面 可以用進化論 Apply 但是 例如星星和人之間 它中間沒有grade 一跳就跳是人 其實他們說 每一種的新品種 就不是進化出來的 而是在上一個空間 想好是這樣的 就將它顯化 manifest下來 下一個實質的空間 飛船都是這樣 在腦袋 下一個實質的空間 飛船都是這樣 在腦袋 他們想好是怎樣 將它顯化 在上一個空間 變成一個實物的飛船 飛船可以生化的 可以生化的 可以生化的 即是賭帽再 upgrade 即是window xp 變成window 7 在上一個空間 賭帽 然後就 突然這樣 扔一個下來 那麼它的手工 就很一般 那麼多生物 就是這樣 千千萬萬的 原來的生物 就是這樣 它扣施了之後 放下來 當一個星球 如果未開始適應住到 動植物的時候 它們算是第一第二空間 都有礦石 有水有山 可能還是混沌 當它是ready 去host生命 細菌都叫生命 他們就會由上面 manifest下來 然後它會call 有智慧一點的族群 就會call很遠遠近近 不同的星球 你們想不想擺一些 你們的DNA品種 放下來 這個星球 是這樣嗎 哈哈哈哈 我在這裏好笑 這個個案講的 地球頭頭第一個族 是怎樣來的呢 就是在這個宇宙的這個 大約是有12堆的星體 他們將那些最難教 發展到最落後 哈哈 又不可以踢走它的社會 一份子 這樣就群組成它 群組成了12個地區 12個族 就將它放下來地球 在歷史上 歷史上有什麼12族的 G牌 G牌 哈哈 OK 十二之牌 明白了 那它就放下 有些根據 有什麼根據 儘管跟我們對證 對 有十二之牌 正經上有說 好 十二是很容易 劃分一個很圓滿的圓 因為 嗯 十五更容易分 十二是最容易分成圓 即一個圓很容易 均等地分十二就是十二 現在他接觸的那些是金星人 有金星、火星和土星 那為什麼上海的探測船 看不到他們 他有說看到 剛才有解釋 為什麼金星人探測不到 而且它很熱 對著太陽 太陽熱的 又有解釋 哈哈 好了 好了 只知道 NASA 整個火箭袋 扔下去 有太陽來的外星人 有水 太陽來的外星人說 有別人去過太陽 就是這樣 不熱的 但是在太陽以外 跟某些星球之間 有一層 Gas 或者Crystal Crystal 就是太陽的能量 射到這一層 而令到它發光 而在外面 射進來看 就看到它發光發熱發火 哦 兩個個案都是這樣說 但是它描在那些 那些 那它總之表面那層 就是 太陽 對 就是在表面那層 來燃燒些Gas OK 好 繼續繼續 我們慢慢吸收 好了 今天 講完這個進化論 原來沒有的 還沒說完 為何那十二層 放了下去 放到一個 那個 宇宙這一區 裡面 發展得比較慢的一個地方 在這個 因此就是地球 這樣就放了下去 然後 有其他個案 都是類似 說 這十二層 變成聖經時代的伊甸園 很快樂 但是到那一刻 他們都開始 要搶地盤 要打架 要修靈 要 各處其次 要統治 到最後 他們就來了一個半邊 就想 趕走了 教他們那麼多東西的外星人 他們是拿到一些知識 包括怎樣拆 很高科技的東西 他們就想趕走那些外星人 自己再稱王稱帝 再統治其他十一族 個個都是這樣想 其中一族是這樣 每個族都有幾個族 可能開始有幾個族都是這樣 就開始他變壞 可以這樣說 這個就很多古經都這樣說 不同的宗教都會這樣說 說巴別塔就是那個 他們偷了那些科技 就是想造反那次的紀錄 好了 回到這個知者說些什麼 他說 原來我們的身體 是適合在很多的星球裡住 這個跟我們現在的科學 有點不同 很不同 他說 就算月球我們都可以住 只是要一點時間適應 他就說 其實所有的生命在這個宇宙 都是有一個相同的目標 他們的生命是有一個相同的目的 就是不斷地進化 不斷地更加了解這個宇宙 而那個過程 最容易解釋就是用佛家說那個修行 你一路修到自己是更加了解這個宇宙 成為那個宇宙更大的一部分 其實你剛才說外星人 不如說外星朋友 很相似的 沒有什麼特別新奇的東西 他們也不太宇宙 他們也 如果太過離譜 我們根本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想就沒有辦法明白 至少是我們的概念 我們的經驗 你說來我們才會有些認同 他又警告我們的太空科技 其實我們的太空科技 是不會被批准離開地球的 如果我們射任何太空導彈 它只會被沒收 那有一個個案 他上去飛船 看到一排兩排 燒到半個彈頭 哈哈 這個燒成這樣 開到花的鋼 這樣 這個又留下一次說 還是怎樣 他去了北冰陽底下 看這個導彈發射場 那個就是 他們其中一個目的 都是要警告我們 就是要告訴我們 你不要再搞核戰 不要再打仗 你們這樣打法 怎樣打都好 你們是 那些破壞性的東西 是被我們振著 不讓離開地球的 他們其中有一個守則 就是 好像我們香港的經濟的principle 就是積極不干預 他們都是積極不干預 就是很努力去不干預我們 就只是去教化我們 香港很明顯 很明顯 如果香港是這樣 不干預那些醫療 給醫療自由發展 給教育自由發展 那整個香港人都不同了 很明顯香港不是這樣 是嗎 我講經濟 哈哈 OK 好了 香港表面不干預 是嗎 剛才你們先講完這個 這個 施政報告 是的 那還有些什麼 的訊息呢 好了 值得我們想一下 這個第二次的 接觸訊息講完了 不如說第三次的接觸 第三次的接觸 第三次的接觸 都是這個紫船 入了紫船 上這個木星的母船 然後呢 他就見到很多的無人駕駛的偵察船 在飛過月球表面 就見到觀察著月球表面 他見到月球呢 向著我們那邊是沙漠 背著我們那邊 你知道月球 是永遠向著我們一面這樣轉的 他不會自轉的 他會自轉 但他自轉的軸 是會令到我們 只能看到 建光那邊 就是建光那邊 背著那邊 永遠見不到我們 這個月球 他永遠這樣轉的 他永遠都 我們只能看到 他的一面 這一面就是沙漠 我們就叫他這面 是 Bright side of the moon Dark side of the moon 就是他的背著 我們地球光 永遠見不到他 有山有魂 剛剛過了那個光線位 就有個太空實驗室 並且是見到有大氣的 有樹 有建築物 有狗 有豬 有羊 有動物 有人 大氣不可以這樣 你一個波 為什麼突然間 後面那邊完全不同 其實應該是前面都有大氣 不過他就說是沙漠 OK 好 繼續 不好意思 但他 不是派了太空船 去到後面那邊 撿下去 他 那些是否知道 你不要那麼相信 他們上完太空船之後 就如實報告給你 知道 他們都應該知道 他會關掉 他會關掉之後 再傳回來 以前很多年前 就是Live 傳一些訊息 現在 沒有多少次是Live 傳回來 就算Live 傳下來 你也不要相信是那麼Live 科技可以高到慢一點 做很多事情 然後才傳回來 就知道是Live 例如 Pioneer 十七、十八、九年前上過火星 看到火星人面癌 還有一堆金字塔 異尺 然後我們有個專家 叫Richard Hochland 做了很多分析 有抗議 說他們Cover up 這次第二次 前幾年上過去 就好像沒有Live 到那個人面癌 就只是飛過 他們拍完之後 傳回來 很多人都說 他是做過手腳的 Brush up Airbrush了才拿下來 就是蒙回來 然後說 蒙了 沒有東西 你們多疑而已 你們怎麼相信 我始終很難 接受得到 因為始終太空處 裡面很多科技 很多技術人員 很多精潔人員 在那裡 有些告密者 都說 他們在裡面專門 跟NASA Airbrush 是嗎 是的 已經有這樣的告密者 一個接一個 爆出來 但經手的人 不是說 兩、三個 我認為是 過八人 過八人 全部都要保佩 全部都受到威脅 要簽字 噢 所以 那當然 有些人不怕死 有些人 不停 喝醉 說出來 都有可能 很多人都很害怕 不敢說 是嗎 是 試過在NASA網頁 不小心下載 他們一時不小心 放了一些不應該放上去的東西 就下載了 看到火星 真的有很多地底基地 地面那些路 全部看出是人工 John Lear 也有很多秘密傳出來的圖片 包括月球背面 火星 很多這些圖片 在網上都可以找到 所謂原裝 未經過Airbrush Bub Dean 也有示範過很多照片 未經過Airbrush 是的 我們會盡量在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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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很多連結給你 但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這集 會繼續 下一次 繼續下去 因為 Moon 講述是三寸 三寸 所以 慢慢地 聆聽到 Adamski 最精彩的部分 好 記得下一次 下一次收聽 好 今次 跟大家 先說再見 OK 拜拜 拜拜